加州首府Sacramento市中心4月3日凌晨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案 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 加州警方正在搜捕至少一名与此案有关的嫌疑人 Sacramento警察局长凯西·莱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周日凌晨2点左右,警察正在该地区巡逻 突然听到枪声 枪击地点位于周一会大厦和NBA Sacramento国王队的主场 荆州第一中心附近 警方尚不清楚是否有一名或多名嫌疑人涉案 目前正在请求公众帮助确定 莱斯特也没有详细说明使用的枪支类型 他向公众发出请求 请求目击者或者任何录下现场视频的人联系警方 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中心的发言人表示 该中心接收了5名来自市中心枪击事件的伤者 但不愿透露他们的性别或伤情 枪击案发生后 Sacramento市长斯坦伯格严厉谴责 与日猖狂的枪械暴力 他说枪械暴力是美国、加州和其他城市的一大祸害 作为市长,他将竭力降低这种伤害 拜登政府4月4日宣布 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受益者将可以领取免费的新冠居家检测试剂盒 每月限领8核 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官员表示 在新冠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期间 超过5900万Medicare B计划受益人将能够免费领取FDA授权或批准的居家新冠检测试剂盒 Medicare将直接向药店和其他实体报销这笔费用 每核最多12美元或两核套装最多24美元 加入这项计划的药房包括Costco、CVS、沃尔玛等 除了能够领取免费试剂盒外 Medicare受益人还可以在2万多个地点接受免费新冠检测 Medicare报销所有PCR检测和快速抗原检测的费用 据美国CNET网站4月3日报道 目前勤流感已在美国康涅迪格州、特拉华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那州、堪萨斯州、肯塔基州、缅因州、马里兰州、马萨诸瑟州等20多个州被发现 自2月以来在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地区迅速蔓延的禽流感已导致超过全美2000多万只禽鸟死亡或被扑杀 并推动鸡蛋和加禽价格的飙升 美国农业部称这是自2015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禽流感大流行 此次袭击美国的禽流感毒株是H5N1被认为是高致病性的 自美国农业部于今年1月中旬在南卡罗来纳州确认美国首例野鸭禽流感病例 2月8日在美国印第安那州一家火鸡养殖厂发现首例加勤病例以来 带壳鸡蛋价格如今与约升至每达2.88美元 涨幅超过50% 在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批评了德国在默克尔政府时期对俄政策后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4日通过发言人在柏林表示 2008年做出的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是默克尔卸任后首次通过发言人就政治议题发生 发言人当日表示 安格拉·默克尔博士支持他在2008年北约峰会上做出的相关决定 与此同时发言人还强调 默克尔支持国际社会为结束俄乌冲突所做的努力 泽林斯基此前批评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对俄政策失败 2008年北约峰会上 他们支持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 4月3日 上海市新增425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858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表示 目前全国已有15个省份 共计3.8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上海 9个省份派出1.1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方舱医院医疗队的任务 4个省份派出2.3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核酸采样的任务 另外12个省份派出了实验室核酸检测队伍近4000人 此外还调集了每天238万管的核酸检测力量作为支援 上海市4日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核酸检测 为此国家卫健委从8个省份调派了每天108万管的核酸检测力量支援上海 并协调了上海周边4个省份可承接每天130万管的核酸检测样本 1196万管理 1211和3 250公司 4242 421公司 4228到107席 421公司 423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